走 野兔和乌龟 那么这里来了一只野兔 这是我们的其中一个主角 你看它蹦来蹦去的根本停不下来 那么看看野兔是什么 尝尝耳朵 这个非常炯炯有形的眼睛 头有点大 鼻子淋淋的 还有立大大腿 可以蹦来蹦去的 还有爪子 然后我们看看野兔 他停不下来 他能干什么呢 他跑得很快 他在草里面跑得很快 他还可以跑过河和池塘 还在草垫子上面 跑得挺快的 然后他说 我在农场里面是跑得最快的 没有人可以打败我 但是今天野兔将和谁一起赛宝呢 乌龟 乌龟在哪呢 你发现乌龟吗 乌龟是在这儿还是在这儿 它在这儿呢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石头 这个是乌龟 我们来看看乌龟是什么 乌龟可以保持不动很长很长时间 但是他从来就不擅长于跑过长长的草 跑过河流和池塘 还有冲过农浓的草垫 乌龟说 我也许 我也许比较慢 但是我会试着去做的 他微微一笑 那么比赛要开始了 现在比赛 他是从最开始从这个地方出发 然后穿过草垫 穿过鸭糖 鸭子池 鸭子池糖 穿过胡萝卜地 穿过一个树 然后最到达农场 那么 公鸡作为裁判 他就说 让我们跑到那个门那儿 作为接触点 然后他说 隔这个位 预备 开始 哦 随着公鸡的一声叫 兔子一下就绷走了 然后乌龟在后面慢慢爬 然后兔子飞快地 跑过这些草地啊 然后说 哦 我跑得真快 像飞起来一样快 他一边唱着 但是乌龟呢 就走得很慢 慢慢的慢慢的 他说 哦 我也许很慢 但是看着我吧 我会慢慢走过去打 然后 小兔子 又飞快地跑过了食堂 他说 我太快了 我都像我那儿飞起来一样 但是乌龟呢 哎呀 还在那儿呢 他说 他还在慢慢走 然后他说 我也许会比较慢 你看着我慢慢走吧 我一定会走到的 然后 也到了胡萝卜地 嗯 记得吗 我们说过 兔子从来不能抗拒胡萝卜的 我兔子叫着 我非常快 嗯 胡萝卜 嗯 乌龟还在后面呢 后面好远好远 我就吃一点点 然后 小兔子就吃完胡萝卜 吃完胡萝卜就困了 他就在树下睡着了 他睡着的时候 乌龟穿过了草垫 乌龟穿过了池塘 乌龟穿过了胡萝卜地 乌龟路过了是沉睡的兔子 他慢慢的走到农场的大门 嗯 兔子突然惊醒了 他听见有动物在欢呼 嗯 是谁在欢呼 难道乌龟要到终点了吗 他赶紧跑呀 跑呀 跑 使命地跑 但是最后还是差一点点 乌龟赢了 还有没有 哦 乌龟说 兔子呀 你虽然跑得很快 但是 我是在一直走 从来不停 所以最后我就赢了 下次 下次 但是不要着急 下次你也许会赢呢 我不会说 然后他们一起去 柴地里面 去吃饭去吧 The End